太平洋法律基金会律师丹尼尔·奥特纳 近日接受英文大纪元采访时 对加州很多大学实行的DEI理念表示反对 DEI理念代表多元化、公平和包容 但奥特纳认为 很多大学为实现种族多样化 对学生进行分类 他指出 不仅对学生 很多学校对不符合DEI理念的老师不友善 甚至在录取老师时 考察他们对种族问题的认识 在DEI理念入侵校园后 奥特纳担忧最终会导致 学生的分化与间隔 目前 加州大学系统 加州州立大学系统等多所高校 都已经在实施DEI理念 新唐人加州记者站采访报道 指定的人警统